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商场的推销员神秘失踪 这一切跟一名陌生女子有关 是专门从事酒吧陪酒行业的一个女孩 通过监控追击 警方发现案发之后 跟这名嫌疑女子一起另有一人 当时来租的时候 他还和谁一起来呢 后面还跟他一个男的 是什么让他们在七年之后原型毕露 又是什么让他们当初 对不认识的受害人下了毒手 猝不及防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新九教授 欢迎您曲教授 我们继续来关注发生在无锡阳山湖畔的那起命案 上一集我们说到通过警方的排查 最终嫌疑最大的就是最后送死者张望回家的那个方燕君 他如果不是嫌疑人 那他为什么会把张望拉到这里来呢 还是他来到这里以后又发生了别的事情呢 此前根据外围的了解 方燕君结婚后一直在外居住 平时很少跟家里人联系 周围的朋友也并不知道他的下落 一时间只能查明 方燕君在案发之后没了踪迹 是专门从事酒吧陪酒行业的一个女孩 如果方燕君真的是这起案件的凶手 那么通过案发现场 遗留的那条连贯性的拖痕来看 要想完成这一系列的犯罪过程 是并非他一个女子能做到的 当时来租的时候他还和谁一起来了 后面还跟了一个男的 男的大概一米七六吧 哪里人呢 他他的口味好像是本地人 果然在走访的过程中 方燕君的房东提到 当时跟方燕君一起来租房子的 确实有一名男子 通过查看小区门口的监控视频 证实方燕君在27日早上9点多钟 开车离开赞助地时 这名男子就坐在面包车内 副驾驶的位置上 同样的关系相对谣言 很紧密 不仅如此 这名男子在方燕君还车的时候 同样也出现过 车主张某反应 这个人自称是方燕君的朋友 但是此前却从未见过 由于张某跟方燕君见面的地点 没有监控 警方无法找到这两个人 离开之后的行踪 那么这个跟方燕君住在一起的男子 到底是谁呢 随机警察找到了方燕君的亲属 方燕君的母亲说 平时女儿很少跟家里人交流 虽然两年前 她结婚后自立门户了 但是没过多久 因为老公再次吸毒 被关机关强制戒毒两年 此后方燕君就一人在外租住 去了哪里家里人也不清楚 随跟女儿随和亲密的接触 不过在说到方燕君的周围 是否有关系亲密的异性时 她的母亲突然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顾云龙是方燕君 在苏州上大专时认识的 比方燕君大四岁 两个人刚谈恋爱的时候 家里人都反对 但是女儿却痴迷的喜欢上了那个人 不过后来由于家人的干涉 也在没有听到方燕君提起此人 至于方家人提到的 这个顾云龙家在苏州 1982年出生 曾在2004年 因犯盗窃罪 被法院判处过 有期徒刑六个月 经过车主张某跟房东的辨认 这个顾云龙 就是跟方燕君在一起 租住的那个男子 是不是这两个人一起犯下的凶案呢 但警察又联想起 在出租屋里发现了那些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 这两人犯罪是有所预谋的呢 而且死者张望 身材魁梧 顾云龙的个头并不算高 再加上一个女人 真的要正面冲突 还未必是张望的对手 可如果说 方燕君他们有过预谋 那么张望在那个晚上之前 跟他俩都不认识 这一切又该如何解释呢 同样在苏州 警察找到了顾云龙的家人 了解到 顾云龙从2007年年底去了无锡 跟家里几乎断了关系 警察随即对涉案两人 案发后的资金流向 进行了清查 也始终没有找到新的线索 警方的侦查一直在受挫 而对于老张家来说 在警察已经掌握到 犯罪嫌疑人是谁的情况下 还没有缺拿归案 老张有些不理解 案件到这里 真的是进入到了一个僵局 从案发的那天晚上开始查 到第二天早上 这两个人的踪迹 还能找得到 但是此后这两个人 去了哪里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这一蒸发就是几年 这也就是死者张旺的老父亲 不满的原因 那么这个案件的结局 是什么样的呢 你可能猜到了开始 但是你猜不到这结局 其实对于方燕君 跟顾云龙的追击 这些年来 惠山警方从未放弃过 在这两个人可能出现的地点 警察贴出了悬赏通缉令 但是结果手效甚微 好在此前 顾云龙因为盗窃 被警察踩到过血样和指纹 有的这些东西 总算是留下了 关于他可以比对的痕迹 我们始终相信 另一条就是我们叔叔的 他本人的唯一的身份核定 身份的定案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觉得就是 我们一口气都没说 在警方看来 这个方燕君 跟顾云龙已经被通缉 在没有家人的帮助之下 为了生存 他们可能还会铤而走险 只要他们在此现身 总共会露出马脚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 深层空间 挤压的越小 那么他有可能 这个露出马脚的 这个几率就可能越大 果然2014年的时候 在距离无锡 不到800公里的地方 另外一座水边的城市南昌 也发生过一起案件 而突然之间 这个几百公里以外的案子 跟顾云龙当年留下的痕迹 有了一种宿命般的联系 在2014年5月5号 南昌西域区发生了一起 陆式捆帮抢劫案件 就是两名犯罪分子 以租房的名义 被房东实施 捆帮抢劫 这起案件的女受害人 是一名出租屋的房东 据他反映 当天有一男一女两个人 以租房子为由 把他骗到了屋内 实施了抢劫 也就在这两个人 离开一个小时之后 他枕坨了绳索 报了警 当时这起案件 总共是抢走了七千块钱 现金 假意是手机 当时在现场 警方提取到了嫌疑人作案时 留下的指纹和血迹 通过道路监控视频 也结束到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离开时的正面图像 随后警方围绕着两名嫌疑人 开始了侦查工作 而当初南昌警方根据已有的线索 发出了多次协查通报 惠山警方经过比对 结果证实 这次现场遗留的可疑血迹和指纹 很可能是从前那个顾云龙留下的 然后经过比对 和顾云龙的血迹 和我们这个案件上 犯罪嫌疑人顾云龙的血迹 比对上相混合 通过图像比对 南昌这起抢劫案当中 所涉及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体貌特征 跟顾云龙和方彦君也完全一致 我们看下一张 周围的脸型 你看他的脸型 这也就是说 方彦君和顾云龙还在一起 并且还在继续作案 通过他们在南昌 提供给受害人的身份重点来看 方彦君冒用的是江苏的郭某 而顾云龙则冒用的是浙江的李某 警方的努力没有白费 一张身份证让嫌疑人原形毕露 但是涨到他们的巢穴 就一定能将他们绳之以法 错不及防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当时南昌警方也对着两张身份证件的真实性进行了调查 两张证件本身是真的 浙江的李某丢失身份证的时间 比江苏的郭某要早一年 但是他们丢失的地点都在江西的鹰潭 郭某清楚的记得 他是在2012年到江西出差返程时 遗失在鹰潭东站附近的一家网吧内的 上车之后才发现的 如果李某跟郭某两人所说属实 那么至少说明在江西鹰潭 是会有关于方彦君和顾云龙的一些线索的 随即惠山警方赶往那里 我们到了南昌之后 南昌警方他们已经先去做了一些工作 他们找到了方彦君冒用他人的身份 就是那个网吧 然后也发现方彦君和顾云龙的租住地方 郭某丢失身份证件的网吧 是在鹰潭市的越湖区 距离东站不到一公里 警方很快找到了方彦君他们的赞助地 因为网吧老板反映 这个顾云龙其实就是店里的网管 跟方彦君租住在距离网吧不远的一个小区之内 他们两个人是以夫妻相称 就是居住在一起 这是方彦君冒用郭某的名字 签订了租房协议 时间是在2012年的8月22日 通过走访调查 警方得知 方彦君跟顾云龙早在南昌那起抢劫案发生前两天 就已经离开了当地 男的曾平时也沉默寡言不多说话 女的经常跟他们打打小麻将 而且经常会输钱 也就在鹰潭走访工作进行到第五天时 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这个冒充郭某的方彦君在南昌那起案件发生前半个月就已经做好了去外地的准备 原来这名知情人是在当地做汽车零配件生意的 经常往来于鹰潭和湖南长沙之间 据他说跟这个郭某认识的时间很长了 也是看在都是朋友的份上 这才好心帮了忙 在KTV里面认识的 后来呢就经常一起打牌 在警方看来 方彦君他们长期逃亡 应该不会跟周围的人有过多的接触 既然事先有过预谋再次犯案 那么逃跑之后肯定会到他们认为熟悉的地方 现在侥幸有人帮忙 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随即侦察员赶赴湖南长沙县 找到了知情人所说的那位老板 结果证实方彦君果然就在当地 我们当时把嫌疑人照片给那个老板娘进行辨论 老板娘很确定 那个方彦君就是他在他店里面打工的 考虑到顾云龙的行踪还没有掌握 如果他们不在一起 对方彦君实施抓捕 可能会引起对方的警觉 对他进行跟踪 跟踪到他们的住宿处 再进行实施抓捕 在侦察员赶到长沙县的第二天 晚上十一点半左右 方彦君下班 从打工的那家饭店里出来 他就是穿了一个黑色的鱼 有个帽子 就是那个 正在那个门口的那个 当时负责跟踪的侦察员 为了在深夜不引起方彦君的警觉 都是以短信的方式 互相通报所掌握的信息 二十分钟之后 方彦君走到了一处相对偏僻的居民区 然后上了楼 刚才我们跟踪那里的 是往右手边第三座房子 二楼工作室这幅边 那个房子 刚才给我观察 那个房子里面还有男人的声音 包括具体里面多少人不知道 那个房子是 进门上二楼 二楼以后是到长廊 长廊里面是一个房间 男士草莱 男士铁门 据我观察 比较厚重 也提不开 在对现场进行勘察之后 侦察员马上对周边进行了布控 在保证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专案组决定 由当地警方配合 对屋内的人实施抓捕 通过变认在屋里的男子就是顾云龙 进去的时候我们亮明身份 我们是无锡警方 两个犯罪嫌疑人 表情很平静 也没做出什么反抗 而在审讯室里 方燕君跟顾云龙并未抵赖 分别承认了无锡杀人案 跟南昌入室抢劫案 两起案件的犯罪事实 你叫什么 幻灵局 发生一个什么事情 然后实际一个事情 然后你又离开武器到什么地方 因为抢劫杀人 就逃往外地 到了江新 然后从2014年5月份以后呢 在什么地方 在南昌 南昌干嘛呢 抢劫 抢劫 你叫什么名字啊 抢劫龙 这到底什么要拘留你吧 知道 什么事情 2008年 2008年2月 警察 是 反抗劫杀人罪吧 是 数了谁一起 我和方彥均 2015年3月9日 这个方彥均 跟顾云龙 被惠山警方带回了无锡 随后 方彥均在警察的压介之下 来到了他跟顾云龙 当年的赞助地 顶楼 然后上楼 又是 方彥均来到了 他们当初喝酒的那家酒吧 以及张望离开酒吧后 跟他上车的地点 他都指认了现场 在哪里上车的 最后 在当年发现张望遗体的地点 阳山湖畔 方彥均承认 他跟顾云龙 在这里做了案 他也说明白了 是怎么做的案 然后他就把他拉下来 然后他在地上 我就下车拍了 我说 我还能气了 问得怎么样了 他就说 好像是死了 然后他就说 要不就能把你带河里去 站在这边位置 他站在那边 我也是站在这边 他脱下了一个 然后我跟着 他就拿了把刀出来 刀是带到先生了 在七年前的那个黑夜 方彦均和顾云龙 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而他们跟死者张望 并不相识 为何要加害于他呢 错不及防 金人说法正在播出 在回忆起当年 发生的那一切时 看书所里的方彦均 是这么说的 原来方彦均跟顾云龙 当年确定要下属的对象 并不是张望 而是醒客的朱某 据方彦均交代 那晚上 顾云龙一直藏匿在 借来的面包车内 就等着他 把朱某灌醉后 骗到车内 然后将其控制到出租屋 实施绑架或者抢劫 但最后没有得逞 朱老板货酒 只不过是淡淡的就几倍 那我也没办法 把他关罪 可谁真想 在张望上车之后 顾云龙居然从背后 偷袭了张望 方彦均说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也跟他形容过 朱老板的体型 一看就不是嘛 没想也不是嘛 我又对他示意了 又对他白手了 开车没一会儿 顾云龙就动手了 什么都没有晕点 晕了 原本顾云龙是想 把昏迷的张望 抬到出租屋内 实施抢劫的 但是他发现 张望的体型过于魁梧 于是又让方彦均把车 开到了相对偏僻的 阳山湖旁 那个时候 人是昏迷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他讲 把人扔了吧 把人扔了吧 别做了 我那个时候 他拿刀的时候 我就问 你怎么把刀带 他已经下手了 第二天 他们俩把借来的面包车 里外清洗了一遍 还给了车主 然后两个人 又一起开始了 七年的逃亡 根本就没多少天 好像三百块钱 手机卖了两百五十块钱 然后 就买了火车票 那个时候 我问那个书邀元 书邻元说 好像硬坦的车 远一点 而对顾云龙来说 在问及犯罪的根本动机时 他说出了一些 让人感到非常意外的话 恨吧 恨吧 有恨 那么有被欺骗的 那种感受 我是一直单身 也没交谈女朋友 一直 因为他相当于 真正是我的初恋吧 实际上我是有时候 就是特别珍惜 特别珍惜 但是恨又恨 你竟然那么爱我 我也这么爱你 有些东西你为什么 不明说 当初方彦均 到苏州找到他 说是老公吸毒 正在办理离婚 所以两人 很快旧情复燃 可到了无锡以后 顾云龙才知道 方彦均其实是在酒吧里工作的 顾云龙认为 方彦均明知 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反倒说是跑运输 显然是欺骗自己 让我去无锡 跟他一起来 到了无锡之后 发现的那个情况 好像都不同 之后都发现 他在那个酒吧里面上班 像那个坐台一样的 那种玩杯酒 而且对于方彦均的工作 顾云龙说 他也劝他不要再干了 可没什么效果 不仅如此 当初方彦均口口声声说 要跟老公离婚的 但是后来迟迟 也不见了动静 这些都让顾云龙 越来越恼火 他一直拖延 最后的他的意思 就叫我自己行 你回去吧 你那么不照顾方彦均吗 对 他杀我的时候骗你 你还不照顾他吗 我对他是 爱 很爱很爱 深爱 都觉得他很好 非常喜欢他 这种既爱又恨的心理 终于在一次 方彦均陪客人喝多之后 爆发了 顾云龙动手打了方彦均 等到不好之后 我也不知道冒出来的想法 我说你不就是要钱吗 那你不是 就把里面很多老板进去了 你不是在说一个好吗 那我就抢 你说你去抢 他怎么说 他一开始不同意 然后我就跟他说 那我去帮你抢 你去 也就是在这次冲突过后的第二天 顾云龙跟方彦均商量好了 开始谋划抢劫 这个来钱更快的门到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心也完大了 也比较野了 比如说抢劫 我觉得很刺激 都不会去考虑 那个是犯法 或者说是坏事 不能做的 案发当时 上车的男子 并不是他们俩锁定的目标 但是看到方彦均熟练的把此人 搀扶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 顾云龙以为 这就是方彦均的熟客 再加上方彦均 此前一直都说谎 作为一个男人 顾云龙说 他心中的怒火 无法遏制 在我脑海里面 就形成了一幅图 画面是方彦均 以前一直在那个酒吧里面 有好多男人 你说在这个风月场所嘛 是吧 不要把我当小孩子 我自己我也知道 总归有这个 然后那个时候 相当于把方彦均的怒气 有些怨气什么东西的 那个再提上来 然后呢 就全部针对那个男子了 受害者了 由于此前 顾云龙跟无锡的朋友 曾经到阳山湖钓过鱼 知道那里位置偏僻 所以他就让方彦均 把车开到此地 虽然在此之后 他们来侥幸逃到了江西 但是刚开始 用方彦均的话来说 挣来的钱 只能维持自己的温饱 他又不敢出去找 我先出去工作 到KTV里面去做 因为毕竟 我玩也玩的这一块嘛 以前 后来凭着无意当中 捡到的跟自己面貌相似的身份证 顾云龙当上了网吧的网管 他们俩改善了居住的条件 而对于当年在阴潭的生活 方彦均的回忆是这样的 如果找工作吧 你说都要身份证 有些稍微好一点的 还要调查来调查去的 我们也怕 可即便如此 方彦均后来还是迷上了赌博 一直到2014年的4月初 他们实在走投无路了 便又心生怠念 偷偷又溜到了省会南昌 铤而走险 再次实施了抢劫犯罪 把钱全部输光了 就路不付出了 就这样子 原本他们心存侥幸 以为没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所以在作案之前 就已经谋划好出路了 通过熟人介绍 选择逃往湖南 可没想到最终 还是露出了麻角 那么顾云龙对自己七年的感情归宿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谁都不值 方彦均 为了这样跟着我 不值 我为了他这样做 不值 是吧 那个 我杀害 受害人 张王 也不值 我从来再想想 你觉得 为谁 我 实际上要怪 真只能怪自己 你为什么要有这个行为 你做出一件事情来 你要承担后果 我跟他自认为是 已经跟他组成家庭了 是吧 好好经营家庭 我在外面挣钱 是吧 可是到最后还是空的 感觉我再怎么努力 你好像心都不在我身上 累 根本不值 2015年11月27日 顾云龙跟方彦均 因抢劫罪 被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分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 屈教授 关于抢劫罪 这个量刑标准 是怎么规定的呢 抢劫罪是一种重罪 那么抢劫罪 按照我们国家法律规定的 它通常要出 三年到十年的有期徒刑 如果是有些法定的严重情节 我们法律规定了 八种法定的严重情节 那可以判到 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就到十五年 再严重的可以判处 无期徒刑 那么最严重的 极其严重的 那是有可能判处死刑 那屈教授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杀死了那个被害人 为什么最后是以抢劫罪来处以刑罚 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 在刑法理论上 用杀人的方法去抢劫 原本既触犯了杀人罪的法条 应该定杀人罪 也可以是构成了抢劫罪的罪名 也可以定抢劫罪 两个罪名 哪个重定哪个 我们司法习惯 长期以来慢慢就形成了 因为考虑的 那么你定了抢劫罪 就不能定杀人罪 所以只能定一个 在理论上有个概念 这就叫做静和 那么静和呢 选择一个重的处罪 其实杀人也很重了 对 司法者长期以来 他主要考虑的抢劫罪 既对他侵裁做了谴责 又对他的暴力的杀人手段 做了谴责 本案如果你指定杀人罪呢 好像他取材的那个目的和行为 就没给他一个谴责 所以相对来讲 从罪名的谴责性上来讲呢 抢劫罪会更好一些 所以司法机关就形成了习惯 就定抢劫罪 但说实话 如果一开始这种案子 比如说我们很早一年以前 就定杀人罪 注意也不是错案 也是可以的 是 按照顾云龙的说法 他跟方燕君的相识 就是一段孽缘 后来他能拿起刀来 最终把别人杀害 其实所有的罪过 似乎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 因为感情 把两个人捆在一起 又是因为感情 最后把他们拖入了深渊 为什么只有等到 进入高墙之里 顾云龙才意识到 自己不值了呢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曲新九教授 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